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平原君赵盛呢 在战国时候赵国的诸公子中间 号称最为贤德 而且呢 在战国其他列国公子中间 相比较而言 也是以浩克仰视明文天下 他焕扬的时刻也有几千人之多 那么平原君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说呀 要评价一个人应该客观全面 既要看到他的缺点 也要看到他的优点 那么平原君他有什么缺点呢 我们说平原君的缺点呀 首先他有三个无 这第一个无呀 就是无主见 什么叫无主见呀 说一个事儿 平原君手下三千门客 他最看重的一个人叫公松龙 他呀 上一桌这个尖掰同意的这个辩论考证 这公松龙啊 他是当时名家的代表人物 考材特别好 伶牙俐齿 能言善变 被这个平原君啊 奉为做上课 有一次平原君跟人辩论 辩一个辩题 什么呀 奴婢可以长三个耳朵 就这个辩题 结果呢 愣把对方辩得是压寇无言 结果转过头了 对方呢 就跟平原君讲 说公松龙他是能变 但是他变得再能变 他真的能让那奴婢长出三个耳朵吗 这有一样意义呢 平原君一听是啊 转过头来 他就跟这个公松龙讲 以后呀 你就别跟他变了 他说的那个道理是对的 你的言辞他也是有利的 你看他 霍西尼 后来当时著名的大学者走眼到了赵国 平原君非常高兴 就要求走眼和他手下的这个上课 公松龙就白马飞马这个著名的当时的辩题 要做一场辩论 结果这个走眼呢 他就讲 哎呀 他说所谓辩论呀 应该区别不同的对象 不相侵害 排列不同的概念 不相哄谣 表明自己的观点是为了让别人理解 而不是故意的制造迷茫 制造陷阱 而辩论的圣者呢 固然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而不圣者呢 也要通过刚才的辩论中间 有所收益 得到真理 他说这样的辩论可以进行 说如果辩论仅仅是因为这个花言巧语 因为这个华丽的词草 或者甚至说投换概念 最后呢 让人不得要领 把人给变得云里雾里的 这种辩论没啥意思 如果再进一步说纠缠不休 咄咄逼人 非要辩的人 牙口无言 认输 那才算 周元讲了 这有害君子分洞 这样的辩论我绝不参加 结果当时在座的门客都叫好 这平原军一听这个 对龚松龙就进一步有了看法 就不待见他了 结果呢 后来当这个赵国经过这个长平之战 经过邯郸之围 三年苦战之后 平原军算有工人员啊 赵孝成王 要奖赏他 再加分他 结果这个龚松龙就站出来告诉他 你这个时候绝不能再接受加分了 你一生当妻职 那做这些事情应该的 你要得受加分以后 那就不好了 事实证明 龚松龙的这个建议提的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 我们说通过平原军对龚松龙这个前后态度的不一 对这个人的人才的定位认知的模糊 我们很明显的能看出一点 这个人啊 无主见 其次 我们再说说他无能力 这平原军啊 做过这个赵国的相果 司马迁说他是三去相三复位 我的学勋 卫健证研究员曾经考证啊 说平原军在赵国两次为相 一次是在赵惠文王的时候 一次是在他的亲子儿赵孝成王的时候 两次为相 那么司马迁这个三是一个虚数 那么平原军为相的时候呢 赵国经历了很多大的问题 比方说著名的长平之战 比方说邯郸之为 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 平原军虽然说他做了一些利所能及的工作 但是毕竟这是赵国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在这些重大的转折关口 我们说平原军虽然他不是第一责任人 但是作为相国也难辞其咎 所以啊 司马光就认为 说平原军他与战国时期同时期的 包括前边的孟长军 包括后边的这个同时期的姓林军 冲生军相比较的话 欲以知其自谋由此素子之下意 那意思就是说 他跟这几个人比起来那就差远 平原军的这个无能力 他不仅仅是表现在 个人能力不行 更重要的是 作为重臣 他的这个识人运人的能力 不够 公元前265年 赵孝成王刚刚继位不久 燕国就攻打赵国 那么赵孝成王呢 就听取了这个平原军的意见 花大代价 以三个臣的代价 聘请这个齐国的安平军田丹 来赵国为将 率领赵军跟燕国作战 就关于这个事情 我们说风气就很大 当时赵国不是没有领兵的将领 列国中间大名鼎鼎的连坡 赵国有名的战将呀 还有攻下齐国 七上二座城市的越谊 当时也在赵国 更何况赵国还有 以少胜多的名将赵舍 这三位都在那 平原军不举荐 反倒是他觉得 田丹是不错 他复国了 他在齐国立了大功 把燕国军队赶跑了 那你何必舍尽求远 以三个城市的代价 去找田丹来呀 因为这个事情啊 照射就非常的不服 就专门曾经找这个平原军理论 说你为什么非得 请他们 请田丹来呀 这战后没打了 你就给人家三座城池了 这有点太不划算了 咱这又不是没人了 我就对燕国非常了解 你干嘛不让我领兵去打呀 后来田丹 到了这个赵国以后 赵舍还专门跟田丹 进行这个军事上的探讨 辩论 按战国策的记载 这辩论的结果 赵舍就讲呀 田丹呀 也就是一时的应许 他呀 已经落伍了 他对这个战国后期 这个迅速发展的军事格局 他理解的太简薄了 后来事实也证明 田丹呀 谁按说领的赵国的军队 跟燕国军队作战 最终是打了胜仗了 可是这个胜仗属于什么呢 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 苦胜 更何况呢 田丹这个人啊 他是非常有爱国心的 他也不希望赵国迅速的 打胜仗迅速的强大 他的心始终是在奇异国的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他不愿意 让赵国迅速强大 所以啊 苏泽就认为 说平原军只知道田丹先民 却不知道 他不会为赵国所运 你看 这平原军干的这事 这骂事 尽干这些剃头挑着一头热的事 这不是没能力 这又是什么呢 历史上对于平原军的评价 争议最大的 莫过于平原军对长平之战的态度 在这样一个关乎赵国国家命运的战役上 平原军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态度和观点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引起后世如此大的争议呢 再说说他的无见识 平原军最受争议的就是赞成赵孝成王 谈图上党之力 最后给赵国招来大祸 这件事情 公元前262年 秦国攻克韩国的要地野王城 结果呢 把野王城打下了以后 就彻底割绝了韩国上党郡和韩国之间的联系 韩国就决定把这个上党郡啊 献给清国以求苟和 但是上党郡的太守 冯庭 包括上党郡的民众 都不愿意投降这个以苛刻著称的这个秦国 因此呢 上党郡的郡守呢 就拒绝详秦 而冯庭呢 与当地的这个军民商业以后就决定 详赵 为什么要详赵呢 因为他们认为 赵受我 清必公之 赵贝秦兵 必秦韩 韩赵为义 则可以荡庭 那也就是说 他们的想法就是以上党 作为诱饵 而迫使这个赵国与韩国一起抗击 于是呢 冯庭就向赵孝成王写了一份信 要求把上党献给赵国 那么赵国军成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赵孝成王立主 接受上党十七成这样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但是 以平阳军赵报为代表的一方 还包括赵国的老臣 令向如 连波 那这些人 他们都坚决反对接受上党归赵 赵报就讲啊 他说圣人圣祸 无故之力 圣人呀 非常担心啊 无缘无故的接受别人的这个好处 把这个看作灾祸 平白无故的接受人家的好处 那能有好事吗 所以 这不是好事 他们应该说看透了韩国人 嫁祸于赵的这个意图 这双方意见 赵孝成王跟中央大臣的意见 争奉相对 赵孝成王转而就向这个平原军咨询 你什么意见 平原军什么意见呢 自治通鉴记载了三个字 请受之 也就是说同意赵孝成王 接受上党他的归降 就这个事情 他同意了以后 赵孝成王就命令平原军去接受上党归降 结果两年以后 秦国的左宿长王和就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 最后又把给上党给拿下 由此开启了战国时期 决定性的大战役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 应该说是战国时期 战国后期的一个风水里 这一仗打完了 赵国已惨败告终 由此彻底失去了 跟秦国相抗衡的势力 战国的军事 就此被打破了 长平之战 给赵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手势 但其实追根溯源 平原军赞成赵孝成王谈突上党之力 这是导火鼠 接受上党 那就是虎苦夺食 你从强情手里边 人家打的 已经把那个地方割绝了 孤立了 这好事 然后你得了 哪那么好得的呀 你得了 结果秦国跟你打仗 其他列国就开始看热闹了 如果秦国无缘无故的打你 大家想一想 列国就有这个充王此寒的这种痛感 大家就容易喝重 现在因为你得了不该得的好处 你被揍 所以列国就看笑话 就不出兵 结果赵国就只能被迫的跟秦国较劲 被迫进行长平决战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这个无缘无故的接受上党这块 这个馅饼啊 看来是大错误 正因为如此呀 司马迁 这给这个平原军作传的时候 给了他一个位赌大体 历令致轰的评价 位赌大体 那就是没有大局观 就是没有见识 历令致轰 就是被阴偷小力啊 冲轰了头脑 当然这个阴偷小力 也是从国家利益说的 这与这个平原军个人利益没关系 可是不管怎么说 你这个事情做的缺乏远见 没见识 所以啊 司马光也认为平原军支持接受上党 是贪婪短视之举 当然啊 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三国时期的著名的学者乔州就认为 长平之县 乃赵王信贱异将之究 何愿平原 受魂平宅 那他的意思就是 长平之战的失败 那是因为 赵孝成王 而中了人家反奸计了 这跟平原军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说赵孝成王中了人家的反奸计 错运赵阔 这是长平之战的直接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与其说批评平原军 令令之轰之罪 那还不如说 他至少是实之于 不能审视夺势 不能禁见中严 帮助赵国避开长平之战 而至少他有这个 作为重要的大臣 相国 他没有尽到这个职责 没有旷政 而是促进了赵孝成王 做出一个 招来杀生之祸的这样一个决策 但是呀 我们这个问题啊 不能就此止步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发问 赵孝成王为什么 他不赞同联波 坚守聚集 这样的作战方针 为什么一定要任允赵阔 说到底 我们说赵国呀 他的呼呼气色 只是文化变革和军事改革 他不是全方位的改革 赵国的综合国力整体上 远远的没法和上扬变法以后 秦国强大的综合国力 想抗衡 所以呀 当时联波领着大军 跟这个秦国 国的军队相持 主动进攻 必是无一 事实证明 一开始打了几仗 都败了 最后联波 只能是坚守 事实证明 坚守才是 唯一当时能抗下 能跟这个秦国抗衡下去的 正确的决策 但是 赵孝成王让他进攻 联波是作为前线将领 他只是从这个战役的具体情势来出发 他认为 坚守是对的 可是赵孝成王 大家知道 他是当家人 谁当家 谁知道才米的贵 他知道后清补给 供不上了 国力跟不上了 所以他需要迫切的 尽快的接触在场 接触这场战争 现在接触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赵孝成王才被迫的 硬着头皮临阵换将 运血气方刚的 赵阔 代替联波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我们说 弱国要想自保 只能是尽量不要受人以柄 你别让人家抓住把柄 平原君看不到 接受上党的连锁反应 所以苏泽就讲 说 长平之祸 成于圣之言 此皆贵公子 不知物之祸也 乃欲此之相为国 聚强清 难以载 那长平之祸 重粹是什么呢 因为平原君 赵盛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助长了 赵孝成王 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说到底平原君 是个贵公子 他不知道 在国家危机四伏的时期 做相国应该怎么做 所以 以这样的人做相国 你去抵抗强大的秦国 太难了 长平之战 是赵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秦国大将白起的疯狂之举 一战让赵国损失四十万轻壮年 直接导致赵国走向没落 正因为这件事 司马迁认为 平原君历令至婚 未读大体 这也是平原君一生中永远的痛 那么他对赵国长平之战的失利 有没有责任 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但是作为赵国的将果 平原君无论如何 都是难辞其咎的 那么除了能力平庸外 平原君身上就没有闪光点了吗 请继续收看 评说资质通鉴第一步指 俯臣平原君 这平原君尽管能力平平 也缺乏远见着实 但是司马光说他 成人之劫始终无亏 这一点他比孟长君 比重生君可以说就好多了 事实上我们说平原君的优点 不仅仅是有成结 不仅这一点 他的优点可以通过三个有 体现出来 这首先第一个有就是有担当 所谓有担当 就是担得起责任 扛得起道义 有两件事很有代表性 一件就是事实不出卖为其 这当时大家知道 秦国的相国犯剧 犯剧在卫国的时候 卫国的相国为其 曾经是他的仇人 犯剧在秦国得势以后 就要求卫国交出卫其 卫其一看卫国跟秦国实力已经严重的不对等了 卫国根本 扛不住这个秦国的压力 卫其赶紧就 抛下向印 就跑了 跑哪去了 跑到了赵国 投奔平原军去了 然后呢 秦昭王听说这个卫其跑到平原军那了 就把平原军啊 给骗到了秦国 说我听说你有贤民 要求和你咱们一块见个面 做时日之瘾 好好一块喝个痛快 平原军来了 来了以后 秦昭王就讲 听说卫其在你那儿 你给我把他交出来 他是我的相国犯罪的仇人 我要替相国报仇的 这平原军怎么办呢 平原军讲 他说 贵而为有者为贱也 负而为交者为贫也 平原军这话就说得很硬气 在强大的秦昭王面前 说话不卑不亢 他说 这个一个人啊 显贵了 还要交低贱的朋友 那是为了不忘低贱式的情意 富好了 他还要交贫穷的朋友 那是为了不忘贫穷时候的友情 我跟魏其是当年的朋友 作为朋友 我不可能出卖他 他就是在我那儿 我也不可能交给你 更何况他不在我那儿 这么一番话 当然 他不交 平原军不交 那秦昭王可以给赵国师呀 跟赵王讲 你要是不把这个 魏其给交出来 我就把你弟弟 赵盛给扣押在这 赵慧文王没办法 那就 去搜查平原军的府上 魏其一看只能跑 跑哪儿去呀 跑着去偷奔杏林军 结果杏林军一犹豫也不见他 最后魏其一看走投无路 自杀 他自杀以后 最后赵慧文王运他的脑袋 才算把平原军给换回 从这个上我们看出 作为一个朋友 平原军这个人 还是有担当 讲义气 自古以来 亲生死重情义 这是我们中国人 世世代代恪守的 这个仁义大劫 我们说正是因为有这些看似 与辅不知变通的这种信念的执着 才让我们的历史长河厚重 而充满了温情和希望 第二件事情 合众楚国义无反顾 这平原军啊 他的有担当不仅体现在自己的做人方面 更体现在国家有难的挺身而出方面 秦国围攻这个邯郸的时候啊 赵王派平原军去楚国联络何总 当时要推楚国做这个何总的这个盟主 推楚王做盟主 这平原军啊 当时就下决心 豪气冲天的讲了一番话 如果我能够去了以后 如愿以偿的达成这个合众协议 那啥都好说 如果说是不能达成 我无所不应其极的运水 反正是一定要达成 否则事实不还 我们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能够事实如归 一往无前 就凭这一点 平原军的这种担当精神 就值得肯定 平原军决定去楚国 他就决定要调一些助手 调了十九个 就再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了 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毛髓的人 就说 这要求我可以跟着你们一块去 赵上就讲 说闲着的人为人出事 就好比追着放在这个口袋里边 运不了多久啊 他就能够追尖 就能够写露出来 说先生您已经在我蒙下三年了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您有什么大的作为 说明先生您没什么长处 先生啊 您啊 不行啊 您就别去了 这个毛髓说 他说 我呀 不过今天才请您把我搁到这个口袋里边 我原来没机会 你今天把我搁进去 你要是早把我搁进去 我早就脱颖而出了 岂止是露个追尖呢 他这么一坚持 平原军也实在没有别的人选 那好吧 好吧 那你就去吧 结果去了楚国以后 平原军来跟这个楚王来谈 从早上一个这儿的费劲口舌 一直谈到中午了 这楚王要不给个痛快话 到底是合纵不合纵 到底是帮不帮赵国 不给个痛快话 这个时候 毛髓啊 按着保健就上了台阶 他就对平原军讲 他说联合抗秦的重要性 就是利和害两个字就可以说清楚 并且做出决定 现在我们从早上谈到中午谈这么多了 还做不出个决断了 什么原因啊 结果没等平原军说呢 楚王一看 平原军一个手下上来 一直其实躺生气 大声呵斥 你谁啊你 谁让你上来的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毛遂呢 结果呢 不但没被这个楚王的气焰给吓着 反正按着保健 一往前走了几步 第一步靠近这楚王 他就讲 大王你之所以呵斥我 你不就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吗 现在 咱俩相聚不到十步 你的性命就在我手里边 你还凭什么呀 你有什么可以 可屏障呢 接下来毛遂就讲 他说 我听说呀 商朝开国的唐王 以七十里的土地为开端 来 最后呢 使诸侯成福 周朝 创业的周文王 他所有的分地 也不过是一百里土地 最后天下的诸侯都成福于他 他们难道是仗着这个 兵多将广 人多势众吗 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 大事 郑奉扬威而已 所以现在 你看你们楚国 帝方圆五千里之广 直几士兵一百万以上 这可是称王称霸的资本呀 以楚国的强大 那各国都应该难以抵挡呀 可是白起 只带着区区几万人 一战 那就把这个阴 烟两城给供下来 再战 就把仪林火烧了 三战 就把楚国的宗庙给平毁了 侮辱了楚国的祖先 这是百事难捡的仇怨呀 我就搞不懂了 连我们赵国人都替你感到羞愧 你就没点血性 你就不觉得难看吗 你就不琢磨的报仇吗 现在唱到联合抗琴 他不仅仅是为了赵国 也是为了楚国 咱们是一条线上的骂子 更何况 我的主人在跟前 你凭什么呵斥我呀 这你也不合理呀 楚王让他这么一番一真言辞的话一讲 先生你指教的是 我是这个说的不太合适 请先生谅解 既然如此 咱话说明白了 说好了没有 要没有一块合种 要要要要 那好联合的事确定了吗 确定了 确定了好 现在赶紧准备 鸡狗马的血来 咱们要煞血为盟 这个事情啊 等于说合种的事就办成了 办成了以后 平原军啊 就非常感慨啊 他就讲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敢说 能识别天下的人才了 以后就把这个毛遂啊 奉为上课 这就是毛遂自荐的故事 司马光认为 尽管平原军能力平平 但在做人上 还算是一个无大亏的人 比起孟长军 不知要好多少 其实在战国四公子中 平原军算是一个贤者 他性格中有忠厚的一面 他也是四公子中 得善忠的一位 那么在平原军身上 还有哪些优点呢 其次 尤雅亮 尤雅亮就是有容人之量 胸怀宽广 这方面呢 也有两件事可以讲 一件事 一举赵舍 这赵国呀 有一个收天租的小官 叫赵舍 他有一次去平原军家里边收租去 结果平原军的家人呀 抗租 赵舍一怒之下 就杀了九个平原军的门客 平原军呢 就很生气 那要想这个杀死赵舍 结果赵舍就跟他讲 他说您是赵国的贵公子 说如果纵容家人不奉公守法 法纪就会削弱 法纪削弱 国家就衰弱 国家衰弱 到最后就容易遭来外国的侵略 外国一侵犯 那到最后赵国不存在了 那还你这个赵国的贵公子 你还能存在下去吗 说 现在 如果您 以您中贵的这个身份地位 带头的奉公守法 那么就会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 那么国家就会强大 国家强大 那么江山稳固 江山稳固 你作为这个王公贵器 你才能够 得到各国的重视 各国还会侵蚀你吗 平原军啊 一听这个 这人 有见识 他就认为赵舍很鲜明 还专门把赵舍呢 不但不 不治他的罪 还把赵舍举荐给赵王 任运他专门负责赵国的这个 辅税 征收管理工作 结果呢 国家的辅税 征收顺利 这个人民附属国库 从事 后来 平原军还又把赵舍举荐为将军 结果呢 赵舍成为赵国的一代民将 功成名就 第二件事情 知错能改 信明军 卫武记啊 救下赵国以后 而不干回卫国了 就在这个赵国待下了 他听说赵国有两个隐士 毛公和薛公 这两个人啊 都隐居在这个 这个赌场呀 这个九世之间 他就费尽心息的 李贤下士 去跟这两人交往 结果这事呢 让这个平原军知道了 平原军就很不以为然 他就跟他的这个夫人 也就是姓林军的姐姐 就讲 姓林军啊 怎么这样一个人啊 他刚这么低三下士 低贱的人交往 这人瞎胡整啊 那意思是 你说说你弟弟吧 别让他这么整 结果这个平原军的夫人 把这话跟姓林军一讲 姓林军非常生气 他就讲 他说我听说这个平原军 是个贤德的人 现在看来这个 平原军啊 这重粹就是一个 划纵取宠的人 跟他交往 不值得 这毛工学工这样的人 我费尽心事 低声下气 我怕人家看不起我 他反倒说 人家低贱 这人啊 不可教 我跟他为伍 羞耻 来决定离开赵国 结果平原军一听这个 一听着急了 赶紧找这个姓林军 道歉认错 哎呀 对不起 非常诚恳的道歉 哎 这个魏无忌 这些是留下的 我们说姓林军啊 比这个平原军 确实高明的多 他在魏国就听说 赵国有这俩隐士 赵国呢 不是没有能人 但是平原军自己呢 他发现不了 就说那毛税 脱颖而出 帮助了平原军 最后被平原军 奉为上课 可是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们说史书上 就再也没有留下来 毛税再能帮他 做什么其他事情 没有什么善德善政流传下来 所以说呀 平原军这个人啊 我们说眼光不行 但是态度好 他不赞同姓林军的 这种取失方法 但是当姓林军一生气呢 他能赶尽的认错 说道歉 这一点呢 也很难能可贵 我们经常讲啊 一个人 他有能力不见得 能够成就事业 但是要有哑量 却一定可以 使自己的这个路啊 越走越宽广 最后 我们再说说这个 平原军的有节操 对政治家而言啊 有节操至关重要 平原军他在这个 邯郸保卫战的时候呢 表现的就很有节操 当这个平原军 与楚国合纵约好了 姓林军切夫救赵 也领兵赶来救了 可是这个过程中 当他们还没来的时候 邯郸已经岌岌可危了 这个时候 援兵没有赶到 怎么办呢 平原军非常的焦虑 邯郸的一个兵馆立员的儿子 他叫李潭 那这个人呢 实际上把他写成李同 是司马迁为了毕自己父亲的会 李潭啊 就跟平原军讲 说你不担忧赵国吗 赵国马上就要灭亡了 平原军说我当然担忧了 那李潭就讲啊 说你要真要担忧 现在赵国如此危机 你应该怎么样呢 毁家书呢 你把家里边的钱财 全部散出来 激励士兵 把你的妻妻 把家人全部 都这个动员出来 守城 组织干死队 平原军一听 对啊 马上把家财全部散出来 把家人全部都 动员起来 组成的组成 搬运的搬运 动员起 组织起三千人的干死队 由李潭领战 然后呢 出城 跟这个清军作战 这一口气啊 把清军给撵出去 三十里 一下子是赵国呢 邯丹呢 得到一个缓解 恰恰这个时候 楚国和魏国的援军赶到了 一下子 等于说 邯丹之危 就给解除了 这件事情啊 当时的大学者啊 荀子就认为 平原军是一位辅成 他说 平原军指于造 可谓辅以 什么是辅成啊 就是能够解除国之大患 能够消除国之大害 能够使君王享受中荣 而国家安定的 这就是辅成 平原军 如楚定门 而在危机时刻 毁加疏难 力保邯郸不失 对赵国的这个政治外交啊 都有重大的影响 应该讲 他是当之无愧的俯成 与平原军相比 其他两位战国的公子 又怎么样呢 今天下期 谢谢